各位好,今天老兵带各位了解一下 现今专门用来供特种部队使用 执行特殊任务的10款军用无人机 新来的观众破防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个赞,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10,DADEN SP20无人机 此款无人机是由法国的Avadan公司所研发的 是一款DADEN冲气型6亿无人机 设计时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其能够在海面和恶劣天气情况下 执行特殊任务 拥有4亿或者6亿两种选择 一共有MP40、SP20以及HP150三种型号 其续航和负重能力呢都有所不同 最大的能够携带1.5公斤的相机飞行 极限续航时间可以达35分钟 该型无人机可以收纳到一个很小的包里 在使用前呢需要利用冲气泵给无人机四肢进行冲气 只需要1到2分钟便能够充满 可以在水面上起飞或者降落 即使是光滑的冰面也不影响其降落 可以应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 不过该款无人机目前没有发售价格和日期 Top 9 Pexus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美国的Robot Research公司所研发的 是一种可以战术部署可变形的自主机器人系统 该机不仅能够在空中高机动飞行 还拥有着类似于坦克的行动方式 当在天空时 该机器就是一个高机动性的无人机 可以依靠各种应用来执行任务 例如绘制地图 收集数据 或者将挂载物体运送到指定的目的地 当这款无人机落地时 便可以切换行动模式 借助底盘的履带在地面上滑行前进 在室内室外都有着相当高的机动性 如今的Pexus无人机拥有三种型号 重量在1.8公斤到17公斤之间 所配备的电池能够让其飞行20到30分钟 如果是在地面模式下的话 使用时间就可以延长至数小时 Top8 SkyRanger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Aaron Labs INC公司所研发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滑铁炉 属于新一代的小型无人机系统 此型无人机在多种恶劣环境下稳定工作 例如阵风 雨雪 高海拔等等 采用了模块化而且开放式的架构设计 整机展开直径为102毫米 机身高度为24厘米 空重为2.4公斤 极限续航时间可以达50分钟 拥有着4500米的最大飞行高度 最远遥控距离能够达到5公里 并且可以在阵风为90公里每小时的环境下正常运行 非常适合在海上和陆地使用 Top7 Viper 35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美国航空环境公司所研发 最早推出时间是在2019年的DSEI 2019英国防务展上 是一款悬翼垂直起降式无人机 此型无人机设计时就是为了专门执行最苛刻的任务 为了支持各种类型任务的要求 该款无人机能够通过模块化扩展组件来进行特殊的定制配置 最远遥控距离可以达到8公里 整机机长2米 机身高度为0.5米 空重时为14到30公斤 最大有效载荷为4.5公斤 极限续航时间为60分钟 使用升线可以达3600米 拥有5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 可以抵抗5级的风速 Top6 Ghost 4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美国的国防科技初创公司所研发 最初是在2020年推出 是一款小型超静音的AI智能型无人机 整体机长2.7米 悬翼直径达到2.27米 机高0.43米 整机权重为16公斤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制空60分钟或者飞行100公里 拥有3600米的实用升线 极限飞行速度能够达到136.8公里每小时 而Ghost 4的与其他无人机的最大区别 在于它更加的智能化 只需要一个人便可以控制 根据安德尔公司的说法 配置的Lattice AI软件 可以让Ghost 4每秒执行32万亿次运算 比现今市面上的其他无人机是快100倍 同时Lattice AI软件可以在无人机上 运行传感器融合算法和计算机视觉 可以识别分类和跟踪各类物体 Top 5 Golden Eagle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美国的 TaleJaws公司所研制 专门为美国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 侦查任务所设计 是一款完全基于美国供应链制造的无人机 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整体机长0.4米 机高15厘米 重量仅为1公斤 在机身满电的情况下最长续航时间是50分钟 可以抵抗等级为6级的风力 拥有3公里的有效传输距离 极限飞行速度能够达到80公里每小时 机体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设计 安装有加密且安全的通信系统 以及强大的视觉避障功能 此外还配置有双红外传感器摄像头 使其能够全天候执行监视或者侦查任务 Top 4 PD-100黑风无人机 此型无人机是美国一款军用微型无人航空载具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整体机长168毫米 大约就是半个手掌的大小 机宽是2.5厘米 整体全重是16克 极限速度可以达18公里每小时 最大飞行高度为120米 被认为是已知最小的军用微型无人机 在技术方面 这部无人机配备了摄像机 可以为操作员提供全动态影像和静止图像 操作员只需要经过20分钟内的训练课 就可以学会操作黑色大黄蜂 而一组黑色大黄蜂套件里包含两架直升机 20到25分钟内 可以充斥90%的电力 但俗话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 在2016年 每架黑风无人机的单价就高达了19万美元 相当于当时每颗黄金的200倍左右 TOP3 LOKI MK2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比利时的SKY HERO公司所研制 而且世界上的几个顶级反恐部队都参与了设计和建造 也是现今世界上第一款专门建造的战术小型无人机系统 根据比利时官方公布的数据 整体机长是0.24米 机高9厘米 重量仅为380克 此型无人机的主要优势就是 不需要GPS 互联网等网络服务 更不需要下载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的专用飞行控制软件 配套有专用的控制终端GCS 不需要飞行训练 既飞既用 拥有智能飞行控制系统 防干扰 无信号延迟和黑屏等问题 再者就是能够组群控制 单个的GCS终端通过智能任务分配系统 可以同时控制4个飞行器 TOP2 IM-M640X无人机 此型无人机是由美国的Taladan Filler公司所研发 是一款四悬翼战术无人机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整体机长0.56米 重量约为1.8公斤 适合于单兵背包携带 能够在包括风与天气在内的严苛环境下使用 配置有640X512红外传感器 分辨率是同类无人机的两倍 另外还拥有近红外激光照明器 使用者能够使用近红外照明器 来精确定位选中的目标 以此提升与其他任务参与者的协调性 并且增强可视性 此外 该款无人机还拥有先进的智能对象跟踪功能 可以由使用者指定一个对象 随后让无人机在移动时对其进行跟踪和探测 此外 该款无人机还拥有三频无线电功能 Top1 Skyado XRD无人机 该款无人机是由美国的Skyado公司所研制的 其总部位于美国的旧金山 该机是专门为军事和国防客户设计的 主要用于执行侦查 搜索 救援 以及安全巡逻等任务 配置有一种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飞行软件 并且搭配一个可以折叠的高度便携的机身 由于其机身采用了高强度的复合材料 所以能够在承受高要求的环境下作战 此外 该型无人机有一个核心优势 那就是可以在GPS拒止环境下 能够自主定位 导航 避障 此外 该机还安装有双色光学热传感器 并且配备了基于GPS的频闪照明和夜间飞行 让其能够执行全天候的作战任务 在单电池满状态的情况下 能够提供长达35分钟的飞行时间 那么大家认为这几款无人机性能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老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